庆渝年第二季第126集 四大宗师之战最终还是拉开了帷幕 东夷城的剑塔之下 四大宗师凝神而逝 唯独庆帝显得异常轻松 仿若事不关己一副怡然的模样 最先出手的乃是四孤剑 这些年心中对南庆堆积起来的恨 在这一刻毫无保留的全部喷发 无论是叶青梅 无论是他的弟弟 也无论是三国 这些藏在他心中多年的陈遇 像是火山一样 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 汹涌澎湃的真气 变似火山喷发后的岩浆 一下子将剑塔所淹没 剑气纵横三万里 一剑光寒十九周 并指成剑的他 此刻再度彰显出剑神的气势 一人一剑便是整个世界 叶流云早已站出 他就如一块石头一般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好似与这天地早已融为一体 对外界的一切都浑然不觉 可是隐隐间 他的身上却流露出了一股自然的气息 好似日月轮转的大道之气 意象是飞雨流云般的自得惬意 每一瞬都无不显示出他大松师的气势 一静一动 两人在这一刻达到了完全的对立 而另外一边 红四祥和侯公公也已然并肩而立 两人面对苦和 皆是有些说不出的不自然 不知道为何 反正给人一种错觉 这两人心中没底 对面的苦和也有这种感觉 他看着红四祥和侯公公 脸上满是疑惑 你们谁才是大松师 苦和无法判断出哪一个才是大松师 因为这两个人此时此刻显露出来的气息 均未达到大松师 而且只要其中一人乃是大松师 另一个根本派不上用场 此时两人同时上场 岂非表明两人都不是大松师 但这两人当中必然有一个大松师啊 苦和一时间只觉疑惑重重 搞不清楚庆帝到底在耍什么把戏 剑光如昼 四孤剑的身影在此时也形成了一道剑光 瞬间划过夜流云所处的位置 然而夜流云却只是轻轻抬手 也不知道到底用了什么招式 只是一抬手 剑光顿时消弥 只于嗡嗡嗡 不觉于耳的嗡声 在虚空流窜 而后便看到夜流云栖身而上 双手在虚空中划出两个诡异的圆圈 缓缓如动 真气在其中流转 竟闪烁出了淡淡的白光 四孤剑从远处闪现而来 剑芒掠过 那诡异的圆圈竟纹丝不动 或者说剑芒割裂圆圈后 那圆圈在电光火石间竟自动修复 而后以一种看上去慢腾腾的速度 朝四孤剑猛然撞去 那是一种慢到极致的攻击 给人一种根本没有任何威力的错觉 可是四孤剑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 那闪烁着白光的圆圈的浓烈真气 大宗师出手 怎么可能没有威力 于是只见四孤剑眉间微皱 手中的剑光由上而下 变得磅礴无比 身影几个闪烁 再度出现在叶流云的身边 剑气横掠 但却被叶流云侧身闪过 当他再度想要进攻 叶流云却呼得冷哼一声 那闪烁着白光的圆圈 在叶流云手中迸发出刺眼的光芒 猛然撞在了剑光之上 砰 震耳欲聋的声音 在剑塔下轰然响起 顿时山摇地动 接着便看到两道身影 在剑光与白光中 不断地往来闪现 各自出手数十招 但却始终不分胜负 而另外一边 红四祥与侯公公 在此时与苦河也交上了手 侯公公一直待在庆帝身边 闲有人见他出手 此时与红四祥一道出手 那灵力的真气顿时直奔九瓶以杀 只见侯公公双拳奔腾 拳影在虚空留下无数印记 与红四祥的掌影交相辉映 两人一前一后一左一右 配合得极其默契 竟让苦河一时间也有些应接不暇 仓促间被两人逼得连连后退 可是当两人第一轮进攻结束之后 苦河却毫发未损 苦河深邃的目光在两人的身上轻轻扫过 而后静止落在了一直坐在后方 纹丝不动的庆帝身上 你才是真正的大宗师 刚才红四祥与侯公公的一轮进攻 虽然猛烈 但却并未让苦河感到危险 而且在他们的一番进攻当中 苦河也察觉到了两人的真气 根本就未曾达到大宗师 而这两人若不是大宗师 唯一有可能是大宗师的 便是庆帝 此时的庆帝正用一种看戏的表情 看着场中的激动 文言不知可否的耸肩 而后右手轻轻一摆 红四祥与侯公公再度朝着苦河扑江上去 掌权交替 九品上与大宗师虽有一线之隔 但两人拼着命不要的进攻 也让苦河不由眉头微皱 只是九品上再怎么拼命 那也是九品上 绝对不可能冲上大宗师 于是当两人再度一番进攻结束 只见苦河目光呼的一铃 双手中迸发出无上真气 只往前猛然一推 海山倒海的真气恍如洪水猛兽 煞时间将红四祥与侯公公淹没 但就在这时 一道盈盈白光却从旁边猛地窜入苦河的真气之中 苦河感受到了那白光的威力 急忙停手 转过头 叶刘云正以一种诡异的速度朝着他猛然攻来 得了叶刘云解救的红四祥与侯公公 想也不想 两人一前一后 顿时又迎上了四孤剑 于是就这样 三大宗师两个九品上 在剑塔上展开殊死一战 四孤剑见得红四祥与侯公公朝自己奔来 心中顿时闪过一个念头 目光不由转向苦河 流露出一丝鄙夷 而后猛喝一声 剑光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轰然朝着两人奔射而去 红四祥与侯公公都是九品煞 面对大宗师如此凌厉的攻击 两人应付起来 皆是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正手忙脚乱间 两人耳边呼的闪过一道风声 而后便看到四孤剑如鬼魅般的出现在他们眼前 剑芒篡动的一瞬间 红四祥与侯公公倒飞而出 口中鲜血喷洒 真气顿时萎靡 九品上与大宗师 这一线之隔 造就了他们没有夜流云相助的情况下 根本接不住四孤剑的任何一击 四孤剑不同于苦河 苦河嘴上说得厉害 但是下手容情 四孤剑是嘴上不逞强 但下手从不手软 四孤剑以剑正道 化身剑神后 是世间万物于无物 对于两个九品上的高手 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刚才的一番攻击 可谓只是小事牛刀而已 而尽管如此 红四祥与侯公公也已经接驾不住 两人倒飞树上 正好落在了庆帝的脚边 庆帝原本淡然的脸色为之一变 稍微有些正神地看了看两人 又抬头看了看四孤剑 脸上闪过一抹阴影 真正的大宗师 难道就是这等缩头无归 刚才在与夜流云交手之际 四孤剑也听到了苦河所言 真正的大宗师并不是红四祥 或者侯公公 而是庆帝 此时他用一种鄙夷的目光 看着庆帝 缩头乌龟所指 不是庆帝是谁 可庆帝文言却并未恼怒 只是轻轻抬手 地上的两人顿时起身 红四祥与侯公公 感受到了身后传来的汹涌真气 煞时间毫不犹豫地 再度朝着四孤剑扑来 果真是缩头乌龟 四孤剑冷嘲一声 右手剑光果断横扫 但这一次 他并未逼对红四祥和侯公公 只见两人在此时 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凌厉真气 剑光横扫在他们身上 顿时被真气所破 如星光破碎般 在虚空消散于无 四孤剑眉头紧皱地看着两人 然而下一刻 两人的速度却猛然提升 一眨眼便到了四孤剑的眼前 拳掌再度出击 其恐怖的速度竟直追大宗师 四孤剑侧身躲避 手中剑光一时间倾泻而出 剑光无所顾忌地击中 红四祥与侯公公 但两人却是纹丝未动 丝毫未损 先杀庆帝 这时 苦和的声音从一旁传来 四孤剑猛然抬头 只见此刻庆帝正微抬双手 真气源源不断地从他体内 灌入红四祥与侯公公的身体之中 以一己之力操纵两个酒品上的高手 对上大宗师竟丝毫不落下风 此人到底有何修为 四孤剑只觉心中震惊 急忙抽身闪躲 朝着庆帝奔袭而去 但红四祥与侯公公 哪里容得他走脱 两人一左一右同时出手 竟硬生生地将四孤剑拦了下来 动手 四孤剑无法挣脱两人的拦截 剑光猛然一阵 云之兰与另外一个看上去 不足三十岁的汉子出现在了场中 两人各自手持一柄长剑 酒品上的气息 煞时间显露无遗 十三 你对付他 云之兰朝着红四祥一个闪身 长剑在虚空中滑出一道弧线 煞时间直逼红四祥的眼珠子 而他口中的十三 便是四孤剑坐下另一个得意弟子 王十三郎 此前此人一直在外执行四孤剑给他的任务 所以范贤并未遇到过 王十三郎见得云之兰动手 粗犷的脸上也顿时流露出一股豪气 剑刃轻轻摆动 如一道风也似的朝侯公公冲去 四孤剑得这两人援手 当即想也不想冲向庆帝 而这时 庆帝第一次站起身来 你还是来了 范贤看着海棠躲躲 眼神中闪过一抹感激之色 能在这时候依然与他站在一起 无疑是真爱 然而高冷的圣女此刻仍旧高冷 即便看到范贤温柔的目光 也是眼皮子一抬 小嘴一翘 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 谢谢 范贤仍旧对他表示感谢 人们常说 真正的感谢是不需要用说出来的 可范贤却觉得 无论说与不说 感谢这种情感始终都存在于心中 表达的方式不同 给人的感觉自然会不一样 在没有行动之前 言辞之中的感激 无疑是最合适的 你想怎么做 在靖炉时 北齐小皇帝已经同意对东夷城增派援兵 而且此时也的确付诸行动了 此时留给范贤的时间并不多 无论东夷城一战的结果如何 他都需要在那之前找到可以自保的途径 回京都 范贤的目光里满是斗志 此时此刻 他从未感到这般斗志磅礴 好似有一双手在背后推着他往前 回京都 此时回去做什么 海棠朵朵问道 林婉儿也感到十分疑惑 毕竟他才刚来北京 此时又返回京都 那他这一趟岂非白跑了 秦夜在我手中这件事 恐怕庆帝已经料到 庆帝知道 太后皇后必然也知道 再加上那一枚子弹的缘故 就算庆帝不对你出手 太后皇后也必定会对你出手 所以你必须跟我待在一起 范贤看着林婉儿 淡淡道 此时回去乃是揭开当年真相的第一步 庆帝不在京都 正好让我有机会找太后和皇后问个清楚 对付庆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但是对付太后和皇后 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了 红四祥与叶流云都去了东夷城 秦夜又被范贤握在手中 此时此刻 太后与皇后的身边可谓没有任何助力 只要范贤进得京都城 太后与皇后便是瓮中之鳖 那北京怎么办 你一旦私自离去 庆帝必然对你出手 此时范贤乃是南庆北征的主将 他一旦私自离去 便是犯了军法 南庆军法森严 这个罪可不小 再者 你万一走了 这里的大军对北齐发动进攻 那我北齐如何抵挡 海棠朵朵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谁知 范贤却是摇了摇头 笑了笑 东夷城之事一日未了 庆帝便不会对我出手 在他没有得到那个秘密之前 他所做的这一切都将是徒劳 所以他不会对北齐出兵 更不会对我出手 因为在我手上还有他需要的东西 范贤想到了长公主 长公主乃是庆帝绝对的软肋 长公主宁死都不肯说出 他与庆帝之间的秘密 这虽给了范贤极大的阻碍 但也同时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个秘密的重要性 远远超过常人所想象 庆帝在没有肯定长公主的安全 或者说在没有肯定长公主 不曾道出这个秘密之前 他绝对不会对范贤出手 再加上禁忌之门的密码 庆帝此时如此着急地约战四孤剑和苦河 无疑也暴露了此时他内心的不安 他想先范贤一步得到密码 打开禁忌之门 精彩内容我们下集再见 打开禁忌之门